Zither Harp 把你看见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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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开一下门 安娜 安娜 我真的好想你 在酒吧那晚都是我的错 我太冲动了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安娜 我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我想象过 我们见面的情景 只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安娜 帮我开一下门 让我好好跟你解释所有的一切 好吗 安娜 安娜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带你去吉隆坡 去找潘教授 他可以全部给你解释 安娜 请你不要放弃我 不要放弃我们的爱 安娜 给我个机会好好地爱你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 行了 我扯了 你干什么去 我 我还是去叫一下安娜 她今天早晨就没吃饭 这中午再不吃饭 那人身体也受不了嘛 她今天这样啊 都是让你给惯的 她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了 还让你端着饭去喂她呀 对 那挺你的 咱不挂她 那我出去转转 透透气 我一直觉得心里很愧疚 没有好好的 没有好好的跟你求婚 我这次 都准备好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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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好吗 我一辈子会好好地爱你的 这是谁啊 你快走 你赶紧下来 你快走吧 你赶紧下来 听见没有 我爸他来了 你下来 你怎么在那儿啊 怎么了 你看你看他 林志军 你赶紧走啊 我妈待会儿也会来的 我不走 我就是要等你 你这家人太不可思议了 你快下来 听见没有 你下来 你不答应我 我救我狗 你干什么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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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爱你 我爱你 安娜 我爱你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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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安娜 我爱你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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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死她 我说得对吧 余总 实在对不起 我们会加派人手 您放心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我跟你说啊 赵经理 她这叫私闯民宅 强行入室 这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 我看 报警吧 好的 余总 我明白了 我马上通过拍摄桌 放开我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老师 这个林志军他就是个疯子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 这个林志军胆子可真够大的 幸好今天我把窗户给焊死了 要不然今天啊 我顶车都到乱子呢 安娜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妈 你准备把林志军怎么办 我能把他怎么办 我让物业把他交给派出所了 你就别操心了 老陆 走 妈 你能不能让物业不要报警 我把林志军放了 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他过来又没做什么过激的举动 况且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就把他放了吧 妈 实在不好意思啊 最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 要不明天就请学生们 到家里来上课吧 现在整个这样 我不可能去学校 对 好 那你们研究一下吧 尽快给我发布 好 好 再见 老陆 要不然你去上课吧 家里我一个人就行了 不行 今天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两个人在家 都没有看住那个林志军 你一个人在家里 我不放心啊 你 我回家 都没有 哥雅啊 阿姨 我找一下安娜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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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 你怎么来了 林志军是不是来找你了 来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反正在这儿的时候 是被保安带走了 被保安带走 他都干了什么呀 犯神经被 你问他干嘛 你们小区的保安 不让他妹妹进来 于是徐秋莺就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来问问你 你倒是蛮听话的 你妈不是把门窗 都给焊上了吗 她怎么进来的 你别提这事了 反正当时她是在这儿 被保安带走的 我妈还非要报警 我还让我妈不要报警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找这个人 你们是在哪儿走失的 我们不是走失的 他是被你们抓了 被我们抓了 为什么要抓他 这个人呢 今天在半山别墅 一个业主家闹事 被保安给抓了 然后我们不知道保安 是不是把他给送到 你们这儿来了 我们就过来问一问 他们愿意交罚款 这个不是交罚款的事 我们得看看他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另外啊 我们根本就没见到人 没见到 半山别墅 打了报警电话了 我们也出警了 但我们到了那儿以后 保安说没看住他 人跑了 跑了 安娜 安娜 我真的好想你 我想过无数次 我们再见面的场景 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让我好好给你解释 所有的一切好吗 安娜 安娜 请你不要放弃我 不要放弃我们的爱 安娜 给我个机会好好地爱你 好 走 大人 我们今天呢 重点地讨论一下论文 材料是论文的基础 观点是论文的核心 有创新精神固然可嘉 但是如果为了标新利益 而一味地强调创新 那恐怕只会背离出中 南辕北辙 你们先 先逆一个题目 我 我马上就过来 爸 你干吗 我 我拿瓶宽泉水 我帮你拿 您不是不喝凉水的吗 我给学生拿 行了行了 你去吧 我来拿 好吧 那我先上去了 嗯 黄编姐 把这一期的稿子我明儿就给你 放心吧 误不了 咱们不是有合同吗 点击率出来了 怎么样啊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嗯 行 我一定加紧 那个 我家里来人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来了 谁呀 戈雅 我哥昨晚晚上一晚上都没回酒店 你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你先别着急 进来说啊 戈雅 我哥病态刚刚好 我特别怕他会出事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去安娜家看一眼 说不定安娜知道他去哪儿了 邱妍 我昨天已经去过安娜家了 安娜跟我说 她也不知道你哥到底去哪儿了 派出所也没有 物业也没有 她到底去哪儿了呀 你先别着急 你再仔细想一想 你哥不是在这儿工作过吗 他会不会可能去找他以前的同事 或者是朋友呢 不可能 他现在这种情况 他怎么有心情去找别的同事呢 那这事的确是挺奇怪的 哥呀 我求你了 你再去安娜家一趟好不好 我怕他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 求求你了 根据咱们今天的说过情况 同学们 每人把自己的论文的观点 再做一个平心的解释 然后呢 我们下一节课 细处理好吗 好 老陆 让同学们歇会儿吧 好 喝口水 好 好 再喝 贴会儿吧 贴会儿吧 你带你到院子里去转转 到处走走 对 对 来 哎呀 哎呦 安娜的手机 我给他收过了 谁来电话的 你罚头 我来接 喂 喂 喂 罗安娜 你还来上班吗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安娜 我是她的妈妈 余总啊 我是杂志社的莫主任啊 我想让安娜听电话可以吗 主任啊 主任啊 不好意思 安娜她生病了 可能接不了电话 谁啊 我只是想问问她什么时候来上班 她 她 安娜可能不能来上班了 不上班 你是什么意思 很多原因吧 这样吧 主任 你就算她自动离职 你的意思是 她要辞职 对 辞职 那如果她要辞职的话 就没有三斤了 三斤就不用了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你说是陆安娜自己要离职 没错 陆安娜自动辞职 好 那就这样吧 再见 好吧 喂 安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正在一个一个地 遣散我的员工 什么 三天 三天 这时间也太紧了吧 我有 行 我明白了 您放心 三天以后我一定交给您 好嘞 安总 催我们疼地 三天以后 这就是个咖啡厅了 我拼死拼活 还是没有把这个杂志设保住 是 是 是的 我确信少爷在这边 少爷逃婚 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国的陆安娜 请您放心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是 会长 不時 怎么了 我们又有的忙了 像这么个加热或是 还会呈到吗 年纪呢 You know 你让我然后联合你 然后联合你 你让我让我牵愫了 我让你从神起来 我让你终对你 我觉得你提着光天很新颖 不错 杜老师 我觉得他那个题目稍微有点偏题 是吗 那 那谈一下你的见解 好 安娜 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院子里坐会儿 别 外边阳光太强 看书对你眼睛不好 你还是在屋里看吧 爸 就算是犯人也有个放风的时间 难道我连个犯人都不如吗 安娜 我真的没工夫给你磨牙 要不这样吧 要么你在屋里看书 要么我带着他们 跟你一块儿到院子里上课 你看这样可以吗 公司这两天怎么样 都挺好的 老月呢 都怎么样 他今天没来 余总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上班 要够担时间吧 最近浦江的事儿也顾不上了 辛苦了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主任 终于找到少爷了 我要可救了 少爷 见到卢安达了吗 似乎是见到了 似乎 他们见面怎么样 什么情况 你吞吞吐吐吐的倒是说呀 是这样 少爷的确去找过卢安娜 可是遭到了卢安娜父母的阻拦 为了不让他们见面 甚至把卢安娜软禁在了家里 帮她出门 少爷在哪儿 不许乎是 不知道 你不是见她了吗 人是见到了 可是 她又失踪了 失踪 性格 诶 哥 shimmer 什么 失踪了 安娜在呀 好 你等会儿啊 谁呀 安娜 是我 平凡 来 进来吧 安娜 林志军失踪了 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格雅跟你说 好 格雅 怎么回事 安娜 干什么去了 爸 我妈呢 你妈在厨房呢 怎么了 安娜 别冲动 怎么了 妈 我昨天让你不要 把林志军交给派出所 你为什么不听 出什么事了 他现在失踪了 他失踪了 你怎么知道的 林志军的妹妹说 他昨天到现在 都没回酒店 之前都没有消息 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那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怀疑 是我把他给藏起来的 是不是你让警察 把他抓走了 你真是可笑啊 安娜 那警察是我们家的呀 我让他抓谁 他就抓谁了 我昨天让你不要 把他交给警察 你为什么不听 昨天格雅和林志军的妹妹 都去派出所问了 警察居然说不知道 你别胡闹了 这要是我说呀 失踪了挺好的 就是你把他给害了 就是你把他交给警察了 你别在这胡闹了 你妈昨天从你那儿一出来 就给无业的招经理打了电话 让他们放了林志军 老陆 你跟他说这些干嘛 不用理他 那他们放了吗 当然放了 妈 是这样吗 你爸能骗你吗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行了 老陆 你别让他在这儿胡闹了 把他拉回房间吧 好 安娜 跟着 平凡 余总 林志军失踪 安娜怎么知道的 哥亚打电话说的 哥亚打电话 可是安娜的电话 他爸已经给他没收了呀 他给我打的电话 我把电话给他安娜 赵平凡 我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我知道 你跟安娜是好朋友 但是 你也是我的部下 对吧 余总 安娜已经不小了 你采取这样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 这是我的家事 不用你管 你可以走了 赵平凡 您呢 怎么样 有我哥的消息了没 不问管安娜家的保安了 他们只是放走了林志军 并没有交给派出所 那这么说 我哥真的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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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缘 你先别太着急了 你哥那么大的人走不丢的 可能他只是心情不好 去哪散心去了 没准一会儿你回房间 他都已经回去了呢 我已经给酒店前台说了 要是我哥出现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 到现在也没有接到酒店 打来的电话 你说你哥会不会一时冲动 回马来了 不可能 我哥放弃一切来中国 就是为了卢安娜 现在安娜还没有原谅他 他不可能先回去的 再说 他的护照还在我这儿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上一期我的网络小说点击率 增加了四个百分点 如果这一期再增加一个百分点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那我即将进入网站前十年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的责编比我还紧张呢 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吗 说了也白说你也不懂 今天余总跟我发火了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林志军呗 她觉得我是她的人 不应该帮安娜 你帮安娜什么了 在你们之间传话了 安娜她妈妈也是有点太强势了 在家里设一个牢狱 想关注安娜 这可能吗 安娜又不是一只鸟 她那么大个人了 你看吧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一边是上司一边是朋友 我夹在中间太难受了 姐 你别忙了 去叫安娜下来吃 不用叫她 她饿了自然会下来吃的 余晴同学 你别把单位那套带到家里来好不好 这单位里你可是个领导 到家里来收着点啊 行了吧你 你还叫心上我了 多多呢 怎么还没回来 多多啊 多多参加了一个逃逸比赛获奖了 真的 真的啊 许里正在推荐她去市里 准备作品呢 这可太好了 咱们家呀 终于有个好消息了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多多在排阅方面啊 做别的有限制 你千万别拦着 好好培养培养 知道啊 我还是去叫下安娜 灌吧 请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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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来了 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来找我了吗 多多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多多 我哥失踪了 那你报警啊 我又不是警察 你找我干什么 前天我哥去你家找你姐 姨大一叫保安把我哥给抓起来了 后来听说又给放了 可我哥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我担心他会干出什么出阁的事 不是 我们家门口那么多保安人 他是怎么进去的 他说他会翻墙进去 学过清空啊 多多 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我哥真的失踪了 我特别担心 你大一会趁这个机会把我哥给抓起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让保安给放了吗 那是你大一说的 我大一说放了那就是放了 我大一是个讲信用的人 再说了 他又不是警察 怎么可能把你哥关起来 怎么不可能啊 你大一那么霸道 他把你姐关起来限制他的自由 还把他手机给没收了 你们小区的保安见到他 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我不相信你大一还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 我不许你这么说大一 我告诉你 我大一虽然厉害 但是他是个讲道理的人 不像你们成天撒谎 都都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这么说你大一 但我实在是太担心我哥了 我告诉你 以前我还挺喜欢林志军的 可是现在我很讨厌他 还有你 只要你们两个一出现 我们家就乱套 我姐我姐不开心 我大一跟大一父不高兴 我已经问过我姐了 他根本不想见林志军 你们为什么还要粘着他 多多 你走 我不想跟你说话 多多 你要再来找我 我就要报警了 赶紧走 多多 要不要去问一下格雅或者赵平凡 邵遥回来之后 跟他们有过接触 也许能谈一些消息回来 不要 这格雅还可以 那个赵平凡 这会给我们找的麻烦 徐小姐呢 你没看出来 徐小姐跟林志军的关系吗 不该我知道的 不想知道 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徐 徐徐 我今天不应该那么说你大一 我请你原谅我 别跟我生气可以吗 你别哭了 刚才我态度也不好 林志军真不见了 我哥病才刚好 可他这两天为了见到安娜 吃不下也睡不着 我真的很担心 他身体会出什么问题 他一大活人能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哪儿 那你坐这儿也没用啊 行 我回去帮你问我姐 实在不行 你去报案吧 对啊 让警察帮你找 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强吧 他已经失踪两天了 足够立案了 我觉得这个不错 比较适合你的作品风格 行 就他了 好好比赛 赢了姐有礼物 好的 没有问题 姐 嗯 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林志军好像失踪了 你听谁说的 徐秋妍 他还跟你说别的了吗 他说林志军的病刚刚好 挺担心他的 还让我问你 说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说林志军会不会 想不开自杀了 不可能 别瞎说 那他能去哪儿啊 他以前的地方呢 早让人家收了 那他能去哪儿啊 他在这儿没家没房子的 他不回酒店他能去哪儿呢 多多 哎 妈 该睡觉了啊 好嘞 姐 那我走了 好 比赛加油啊 好的 一 哎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知道我是来帮你的 你知道我是来帮你的 也是帮他的 你只是想把他带回马来西亚去 你不想吗 我说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么谁知道 陆安娜 隔阳还是赵平凡 这就不好办了 你说我这么大老远地跑来 顾不着吃顾不着喝的 人不但没找着 而且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你说我回去怎么跟会长交代 要不然 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解释解释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而且我也想找到他 你看 你看 这是我在中国公安局报案的单子 徐小姐 她千里贴下来这边 难道不就是对了加工安娜吗 是啊 可安娜的父母阻拦着不让见 她想尽了办法 怎么爱球都没有用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父母 怎么没有 还有更过分的呢 不信 就问你身边这位啊 我怎么有种感觉 这次 是军说的 可能都是真的 如果他真的失踪了 他会去哪儿呢 军啊 你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你别问 你就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骗人 你肯定喜欢男孩 你肯定喜欢男孩 当然啊 如果是个龙凤胎 会更完美吧 你赶紧找别人吧 要不然耽误你 剩龙凤胎了 也是哦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认真的 嗯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 好 我去找我的龙凤胎妈妈去了 你 如果执君说的都是真的 那他都是为了我 现在他一旦有了意外 趁有什么事发生 我怎么能原谅我自己此刻的傲慢 谁啊 玉环 你 这你 多多 你听我说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你别管 你找林志军吗 你知道菜在哪儿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着啊 好了 你回去睡吧 对了 如果你大意问到你 女装什么都不知道啊 好 我先走了 哦 molto 我想呢 这是uish 離開霉明� lanes 现在觉得我出现了 赶紧吃饭啊 妈 大姨跟大姨父呢 你大姨感冒了 让她多睡会儿 大姨父在院子里活动呢 秋妍 要不 你给马来的亲叔打个电话问问 说不定你哥现在已经回去了 不可能 他护照还在我这儿呢 他不可能丢下我不管啊 他更不可能丢下他的爱情 那你说你哥怎么那么爱玩失踪啊 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太自私了 你真的误会他了 他两次逃婚都是为了安娜 我也希望他能够跟安娜 好好地在一起 你也别太担心了 说不定他现在 在跟安娜曾经约会的地方待着呢 我想在安娜没有原谅他之前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是什么地方呀 那我怎么知道啊 人家的二人世界 我只是听安娜说过一次 好像在大山里 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概去哪里 也是有一个地方 还会有些怪兽 我之前是被水平在一起 我们或是要必定的 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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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军 志军你醒醒啊 林志军 林志军你醒醒啊 林志军 我紧紧地和你待在一起 不管你妈要骂我 打我 我都会认证 我们俩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不同意 我就要嫁给林志军 你难道忘了 他已经抛弃过你一次了 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爸 要是今天警察把志军带走了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安娜 拜托你们了 安娜 你快让他起来 快起来 志军 志军 你的眼睛 放映天晴 倒映我和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别不怀疑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都偏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偏了一遍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遍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遍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才遍 我们的心就偏向你那遍 我们的心都偏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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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偏了一遍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牵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遍 我要我们的心就偏向你那遍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生才是唯一期限 愿好我们一起相恋 感谢观看